好,来一个最后的一个总结 MapReduce的一个总结 我已经 总结 我写到什么,刺激到你了 来,看 Map 咱说过 Map,Map是什么 是用来干什么的 处理一个序列 处理序列 中的每个 元素 得到的 结果 这个结果 是一个 列表,实际上它不是列表对不对,所以我这个加喊引号 它应该是不是一根那种叠在气形上 得到一个列表哈,然后该列表 与 与 对,该列表 元素 个元素 个数 及 位置 与 原 原来一样 好,这是Map 这是Map的一个功能 好,那 这个Map 这个 可以 就是 就是 它是不是可以处理任何就是 那个那个那个 可迭代的序列 这个 你可以是一个列表里面放 放什么,放数字 也可以是列表当中 放什么 放字符串 可不可以 你也可以直接就是一个字符串的一个形式吧 可不可以处理 可以 可以吧 都可以啊 也就是正式形式 比方说 我要来一个这个这个叫什么东西呢 我再说过,把所有的都都都都变成大型 说过 把所有的那个字符的大型 这是Map 就是说 这是Map 然后再就是那个 Felter Felter 这个边就是什么东西呢 这是 就是 这什么情况 是 抗射贼 我知道 抗射贼 他这个说法 真是 真是 牛逼 好 这个是 这个 应该是叫过滤 过滤掉 这也是这个这个什么东西相当于便利啊 便利知道什么意思吗 便利序列当中每个元素然后呢 判断 判断 每个元素 得到一个得到一个布尔值哈 得到 布尔值 如果是 处 那怎么 则 留下来 是这个意思啊 最终结果是不是也是一个列表 但实际上这个列表是加引号的 也是一个迭代 这是Felter哈 那现在在这个位置我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是 列这个Felter是不是可以出可以便利这个序列当中每个元素 那现在啊你看我现在在定一个序列什么东西呢 这个叫叫叫叫劈跑吧 定一个人的列表 别别别这个哈定一个字典的形式 那这个字典当中人 人一个人是不是都有不是不是这是列表哈列表当中我要存人 人是不是有很多这个这个属性啊 人有名字有年纪对不对 对吧那我要存这种性质是不是可以可以用一个字典方式去存啊 在列表里面套字典那我存第一个人的信息 比方说我就存他的名字叫什么 叫Alex 可以吧 然后他的年纪 他年纪叫什么东西呢 叫 1000岁可不可以啊 可以吧 1000岁 故意的哈 我这么写你就知道他是有问题的 对不对 好 每个设计都非常牛逼是吧 还有这个伍佩琪 伍佩琪可牛逼他是1万岁 啊 还有一个叫这个 怨号的 啊 这个怨号啊 他也比较厉害 他他少一点但是他是9000岁 好 那现在啊 还有一个当然还有我了 还有我我呀 我我 永远18岁啊 就就18岁嘛 啊18岁 这是还牛逼的年纪啊 好 那现在你看我要让你过滤掉什么东西呢 过滤掉这种千年王八万年归 还有这9000岁 太监吗 给我过滤掉这种不正常的东西 全部都去掉 啊就留下正常 正常的人 那你告诉我 用Felter能不能实现 Felter是不是就是用来过滤的 他是不是一个序列啊 他是不是都满足Felter能处理这个条件了 那怎么办 Felter 是不是先不写逻辑 先把这个东西传过来 P跑对不对 这可怕的说法啊 P跑 那我的逻辑是不是要过滤掉什么东西呢 过滤掉这个什么东西 这个年纪是什么 以前的或者是一万的 或者就年纪如果是 大于18 是不是就OK了 那我写这个逻辑应该怎么写啊 Lambda Lambda 首先你要知道 Lambda要处理的每一个元素 实际上是不是都相当于Felter循环 P跑啊 那Felter循环P跑 Felter循环得出第一个值 是不是他 他是不是要交给Lambda去处理 那Lambda要判断的是什么 是判断的是年纪啊 所以说我拿到一个元素 没问题 这个元素是不是就是一个人的信息 P跑 那这一个人的信息 是不是一个字典的形式 所以字典P 那我要取年纪怎么取 中括号 然后呢 是不是A值就取到年纪了 A值要怎么办 大于18岁的 那你就留下不正常的人了 我也不是你写到这里面 你得怎么办呢 你得小于18 我来的是不是才能判断是正确的 什么等于18 是这个 对吧 那这样是不是就 最后是不是他来了 过滤掉了 他来了是不是 是False 他来的是不是也是False 只有我来的是不是留下了 对对 对啊 那最后他是一个什么形式 是不是一个可逮的对象 对不对 要让最后得出结果 什么List 把它再放进去 你看 是不是就 小结 你看是不是就留下我了 对不对 最后是不是被拼接成一个列表了 能懂什么意思吗 好我在这讲就是再告诉你 Map Reduce Filter 这是一个函数 都不是仅限于只能处理数字 能懂吗 他处理的后面是序列 一定要注意的是序列 怎么处理呢 就相当于一个 法循环 依次来变异 拿出一个元素交给前面这个 不是 不是在这 拿出一个元素交给前面这个函数 拿出一个元素交给前面函数 懂什么意思吗 好 这是False 那这个懂了以后最后再来那个Reduce就不用种总结了 Reduce就是那么用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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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哈 就是是不是把一个大的这种 这种是不是合定到一块 我这个我这个博客当中有哈 这个Reduce 这又在哪 啊就在这哈 就是你可以你可以你可以怎么办 指定个处置值 在这啊 还可以加认证 加认证没问题吧 加认证没有什么不会的哈 这是什么 这是Reduce的定义是什么 是处理也是处理一个序列啊 一个序列啊 然后 把序列进行 直接这么写了去了 进行 合并操作 是不是合并操作 具体怎么合并是不是根据前面逻辑 连面逻辑如果是相加那你就相加 对不对 他是不是就取出你看哈 你如果这么写 他是不是得到一个这种 相当于类似列表对不对 类似列表然后他是怎么办 什么一次复两个值 这两个值我刚才给你演示了 他实际上他是怎么获取这两个值的呢 是不是第1次就是泡破了零 对不对付值给IES了 第2次是不是就直接一个IES然后再跟下一个值 进行一个一个一个什么操作 加了操作一个加了操作 能懂什么意思吧 所以他一次负两个值 你要知道他负两个值是怎么来的 就是我刚才给你实现的逻辑哈 然后 这个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是 有一个初始值 意味着第1次负那个x 是不是100 对不对 能懂吗 就我原来给你实现的逻辑哈 就是这么这么来用radius 好 这是简单总结完了 中文字幕放线 这就非常好 好 我们感觉到这里